部長你知不知道 你一直到今天還是媒體的焦點 所有早上的新聞幾乎都是羅英學部長的 連因為浩鼎案回國被巡的中研院翁啟會院長 第一次到立法院都被你打敗了 你好像救了翁啟會院長 都是你的新聞焦點 部長我先跟你確定一件事情 你說你不希望口水戰 我同意當然不要口水戰 可是呢 你罵立委民粹 你在國會跟立委大小聲 你還自己寫新聞稿罵了一大票的人 這個不算口水啊 不是我是就是論事 別人都是口水 所以如果有口水都是別人的 不是你羅部長的 你羅部長都沒有錯 都是別人的錯 部長你大概有一個邏輯啦 你的意思是說 這些詐欺犯 如果回到台灣 那因為我們沒有證據嘛 那很快會被放掉了 是不是 你的本來邏輯是這樣子 如果沒有證據的話當然只好放掉 那確實看起來好像也這樣子 這是從馬來西亞 回到台灣的這幾個 很快就被釋放了嘛 對不對 那你的邏輯不一定正確啦 那你的邏輯不一定正確啦 台灣的詐欺犯回到台灣啊 會被釋放掉啊 有很多詐欺犯欸 你知道吧 陳友豪 倒了698億 朱安雄 倒了快300億 王志雄 王鈺雲 武哲元 這些台灣的詐欺犯啊 到了中國 全部 中國就被判刑 就會受到法律的制裁 沒有這樣一回事 是委員自己講的 我只講台灣的詐欺犯回國 如果沒有證據的話 那個是你講的 我只有講這一半 我沒有講去大陸會被關 這一點是委員自己講的 我要講的是說 部長你這次到 中國去拜訪 那你曾經 當著中國公安部門 負責人的面前 有提起 陳友豪 等一竿 台灣的重大罪犯 應該要送回來 是不是有這個一回事 有 有嘛齁 是 然後你提起哪些人 陳友豪羅浮柱 兩個 那其他的因為我記不得 所以我們就沒有那麼清楚 喔你只記得兩個 應該要送回台灣來嘛 有效果嗎 沒有啊 就像我們跟美國 王宥貞 那他們怎麼 中國的公安部門 怎麼答覆你 他說他們會很重視這些事情 可是每一個個案 他會個別的去研究處理 所以在台灣犯了重罪 到了中國 就自由啦 不會受到任何的法律制裁 但這個 這次的事件不一樣喔 你原來的 你原來的講法 不是完全錯 你說因為啊 他們犯罪的地點在 中國嘛 然後他們機房設在第三國 所以在我們台灣如果沒有充分的證據 這批台灣詐欺犯 嫌疑犯啊 就算回到台灣 我們沒有辦法處理 所以重點在 應該要求中國 既然有兩岸司法互助啊 應該把一些卷宗要給我們嘛 把這些人的犯罪相關證據要給台灣嘛 重點是在這裡嘛 是啊 所以如果這些台灣的詐騙嫌疑犯 回到台灣沒有受到法律的制裁 那重點不是在我們的法律制度啦 台灣是個法治的國家嘛 重點是 中國跟我們的司法互助 大家配合的不夠嘛 如果中國政府 真的想要 讓這批台灣的詐欺犯啊 受到法律制裁 是不是應該這樣子 對 我們就正在努力 你知道台灣去年 一年的詐欺嫌疑犯有多少 大概有一萬七千人喔 根據統計啦 目前這個產業啊 詐欺啊 在騙中國 從業人員啊 大概有十萬人 一年啦 騙得一百億人民幣啊 大概有五百億台幣啊 所以喔 這是一個 非常賺錢的事業啊 而且啊 這些詐欺犯啊 也產業升級 現在知道跑到第三國家去設機房 所以要查辦他們啦 困難度啦 一年一年增加 他們不會在台灣了啦 因為在台灣啦 現在啊 我們對詐欺 國人都有很多的警戒了 最高 大概十年前啦 一年大概可以騙了兩百億啦 在前年 我看那個警政署的資料啊 大概剩下三十幾億啊 不到 大概只有過去的一成多 所以在台灣啦 混不下去啦 到中國去齁 十幾億的人騙不完 所以如果中國政府 想要 來解決 這批這種詐騙的罪行 想要讓這些 詐欺犯啊 受到法律制裁 應該要跟 台灣政府充分合作 問題是在這裡 那我請問 陳友豪 你剛剛提的嘛齁 你剛剛有提到陳友豪 你也提到羅浮柱 其實包括五澤遠等等一干人 我們 我們政府有沒有把他們犯罪的相關事證 提供給中國 有沒有 應該有吧 有齁應該有 一定有 沒有效 沒有效啦 這批人在中國啊 不只 不僅啊 沒有受到任何的法律制裁啊 不越大 所以 部長 有時候啊 要就事論事 不是別人批評你 那你在這邊罵立委 我沒有在這邊罵立委 我們是要解決共同的事情 你沒有罵立委 你這樣還不算罵立委喔 我這樣算嗎 你不算喔 你說我罵 我沒有罵 怎麼說我算罵立委 你還三更半夜 發新聞稿 我都要睡覺了 還要起來看你寫什麼 你現在是發稿 可不可以早一點 發稿委員 其實我很早就寫完 只是因為同事 那你早一點發嘛 記者半夜還要來看看 你在講些什麼事情 今天回去還會再寫嗎 不知道 不知道你看 有可能寫喔 我不能為譜先知 我不知道今天之後 還會發生什麼事情啊 我不能就我不知道的事情 做明確的答覆喔 不過你第一篇寫的齁 應該沒有包括我啦 因為我那天沒有質詢你 不過講的可能是我們段委員等等 是不是 你早上還想承認了段委員 還有黃國昌委員 部長 我只有提還問委員 這個是我們大家的事情 你要分彼此 你搞不清楚 我們是自己人耶 我就一直強調 要不分彼此 所以我才會跟邱泰山 你等於在指責我們耶 指責立委 你給立委戴個大帽子 好像反對你的人 就等於去幫助這些詐欺犯 替我戴帽子我覺得是不對的 你戴我們的帽子不是我戴你的帽子 不是 說我是中國法務部長之類的 這不是戴帽子 然後再寫稿啦 這個可以寫進來 沒有人這麼講你 都是你自己想出來的 不是 有 你不要有那個心態 死豬不怕滾水燙 反正5月20號你就下台了 不過你未來應該很有前途啦 勞動部長陳雄文 只罵一個立委啊 馬上被點名要去選舉啦 你罵了十幾個立委啊 哇 你要選 有沒有準備要選舉 不可能的是 好 不可能的是齁 部長 搞清楚 國會希望跟你一起來解決台灣的詐欺犯 你知道嗎 部長 好 謝謝主席 謝謝 林委員你的發言不要挑撥 本會與法務部羅部長的感情 這個感情不好我們會自己把它弄壞 不用你來 主席我是幾分鐘 八分鐘好 有沒有加二 你再問我會把你倒扣二 趕快 主席 那麼余會的委員先進 還有列席的政府首長 官員 大家午安 那接下來呢 先簡單請教我們部長幾個小問題 請羅部長 那個羅部長 我要提醒法務部喔 這個中委員 我們質詢完之後你們那個資料要放在我桌上了 3